老师们及同学们,大家早上好 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 诚实手信伴随我们成长 诚信是什么呢? 诗人说 诚信是三月的春风,是五月的花海 商人说 诚信是宝贵的幸运,是无价的财富 爷爷说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 是一张不容背叛的人生戏约 如我说呢 诚信是两根小纸 拉纸后的百年不变,千年不回 有这样一个故事 曾子的妻子到市场上去 他的儿子要跟着一起去 一边走一边哭 妈妈对他说 你回去,等我回来以后杀猪给你吃 妻子从市场回来了 曾子要抓猪来生 他的妻子忍住他说 那不过是跟孩子说着玩的 曾子说 绝不可以跟小孩说着玩 小孩本来不懂事 要找父母的样子学 听父母的教导 现在你骗他 就是教孩子骗人啊 做妈妈的骗孩子 孩子不相信妈妈的话 那是不可能把孩子教好的 曾子于是把书给杀了 通过这个故事 使我受益飞险 发人深思 你觉得呢 记得我在一次考试中 有一道题目 会做正想偷偷的看一眼书 又想这样考出来的成绩 并不是我真实的成绩 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后来试卷发下来了 虽然霍兽并不是第一名 但这是我真实的成绩啊 回家告诉妈妈以后 妈妈表扬了我 说我做得对 我心里面也非常高兴 促使我在平时的学习 更加努力 我们常说 三岁看老 如果小时候就弄虚作假 那么长大以后 做生意 就会搞伪略商品 做官就会贪污受贵 这样我们将会受到 法律的严惩 谈到这里 我想起了在一百多年前 生活在哥尼斯堡 一位叫康德的老人 说过这样一句话 在我们人类的历史上 只有两样东西 能让我们的心灵 感到深深震撼 一个是我们头顶上灿烂的星空 第二个又是我们内心 丑高的道德法则 同学们 让我们从小 做一个诚实守信的人吧 因为诚信 是人最美丽的外套 是心灵上最圣洁的鲜花 诚信 是一面性子 一旦打破 文革就会出现裂痕 愿你们因诚信 多了友谊 因诚信 贴了风采 因诚信 而走得 踏踏实实 同学们 让我们一同插上 诚信的翅膀 自由飞翔 飞向前程 四井的明天 我要做一个 讲诚信的人 也愿诚信 伴随大家的一生 我深信 有了诚信 我们会飞得更高更远 谢谢